Hello,各位Ella,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在今天這個影片中呢,我想要回答就是 大家一直以來在我每一個影片都會問我的一個問題 然後在IG上面呢,每天都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呢,為什麼我現在在泰國? 為什麼我在泰國生活? 我是不是泰國人? 我是哪個國家的人? 為什麼我在這裡? OK,那今天這個影片裡面呢 我就跟大家一起來解釋我的狀況 那我是什麼人呢? 我是台灣跟越南...混血 I don't know 就是我有台灣身份也有越南身份證 那為什麼我住在泰國呢? 原因呢就是因為 如果我每年在台灣待超過183天 然後我沒有在上課的話呢 我需要去當兵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講說 我不想要當兵 所以我不要在台灣生活 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想要在台灣生活 或是之後我想要回台灣 然後住在台灣長期呢 我就需要去當兵這樣子 因為如果每年呢 我超過183天 是183天還是138天? 我忘記了 反正呢 只要每年超過183天 我就需要去當兵這樣子 所以每一年 我還是可以在台灣待半年 都不需要當兵的 那我的身份呢 是華僑的身份 華僑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想要在台灣生存的話呢 我就需要去當兵 那我搬過來泰國之前呢 其實有很長的一陣子 我每一年都會來泰國好幾次這樣子 好像至少都會有兩次來泰國 不管是工作呢 還是因為聖誕節想要過來換一下環境啊 我都會選擇來泰國或是去日本 那因為呢 在台灣來泰國是很便宜 然後去日本也很便宜 所以有很多人呢 就是常去這樣的地方 那我自己呢 是比較偏向常常來泰國 所以呢 在我退學的時候呢 人家就通知我說 你要趕快離開台灣 不然呢 你就需要當兵了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想說 我現在應該去哪裡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企劃是呢 我要去西班牙嘛 大家有知道 如果你去中國很久了 你知道那個時候呢 我想要去西班牙的Valentia 然後如果我們台灣人 要去西班牙的話 其實呢 如果你要長期居住下來 要有工作 才有辦法居住在西班牙 如果你沒有工作的話 你需要證明很多的 比如像是你的資產 有沒有在給你產生出錢啊 還是 就是反正呢 你需要有很多的手續 才可以申請到 居住在歐洲的簽證 那那個時候呢 我自己也沒有非常多的錢 我就覺得說 我不要花這麼多的錢 去搞那個東西 然後我不一定 又可以申請到那個簽證 所以想說那現在呢 我就先來到泰國居住 之後呢 我想要去歐洲 還是可以去的 我人生還有很長 不一定說我現在就要到歐洲嘛 然後呢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我喜歡泰國的哪裡 然後我不是很喜歡泰國哪裡 OK 那在泰國這邊呢 我覺得在目前居住來說呢 我覺得說這邊很國際化 不像是在台灣 在台灣呢 不是那麼國際化 大家就是台灣人 但是呢 在泰國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人種 非常多國家的人 都住在曼谷這邊 特別是曼谷 其他的城市跟城鎮呢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曼谷呢 白人 中國人 台灣人 日本人 印度人 中東人 什麼人都有 就是這裡像是紐約 Melting Pot一樣的感覺 然後 如果你還沒有去過東南亞 有很多的東南亞 比如說像是馬尼拉 胡志明市 呃 吉拉隆坡 或是新加坡 都是像這樣子 有很多國家的人都住在一起 所以呢 我覺得這樣是國際 比較國際化一點 那為什麼我喜歡這一點呢 因為呢我是非常喜歡飲食 我很喜歡吃東西 所以如果一個國家很國際化的話 你去吃義大利餐 你去吃印度餐 你去吃法國餐好了 如果你去比較國際化一點的城市 這些東西會比較好吃 如果你在比較沒有那麼國際化的城市呢 這些餐廳的口味呢 會改得像比較適合當地大部分的人去吃的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吃 所以我很喜歡曼谷這個地方 如果你生活在大城市 就是啊 有時候呢 你去到比較不是大城市的地方 去吃東西 如果你吃當地的東西呢 就會特別好吃 但是如果你開始去尋找 比較國際性的 或是你想家了 開始去尋找 呃 你家鄉的食物呢 就會發現 不是國際性的城市呢 他們的食物就是沒有那麼好吃 那再來就是呢 在曼谷生活呢 你想要買什麼幾乎都有 因為呢 有太多不同國家的人住在這邊 所以呢 這裡有非常多不同的超市 你可以去買 然後這裡有日本區啊 你就可以去日本去買日本的東西 然後印度區 你就可以去印度去買印度的東西 然後有非常多種類的超級市場 所以住在這邊呢 有一點很危險 就是呢 你的錢 有可能不夠花 雖然說大致上來說 這邊的生活開銷呢 是沒有台北那麼高 但是呢 你會很容易就不小心的花太多 然後導致你呢 在這邊的生活費 比台北還要高這樣子 OK 再來另外一點就是呢 在這邊簽證其實蠻容易辦的 我自己使用的簽證呢 是 ELETE VISA 那ELETE VISA簡單來說 只要你有錢 就是可以辦 然後它的價格不會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跟一些歐洲移民國家比 或是加拿大美國的話呢 跟這些比的話 ELETE VISA算起來是 還滿便宜的 我自己的方案呢 很多人 我在這個影片裡面講 然後你聽到不要嚇一跳 你聽到不要嚇一跳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在問我 我怎麼待在泰國 為什麼我可以待這麼久 那我想要在這個影片裡面跟你們分享 就是呢 我使用的簽證呢 是ELETE VISA ELETE VISA呢 就是你向政府交五十萬 然後它給你大概五年 然後呢 五年之後你想要延期呢 你就可以花一百萬來買二十年的簽證 就這樣 這麼簡單 那這個簽證呢 它 有一點好處就是呢 它會招待你像貴賓一樣 就是你去機場 然後你回來 它招待你像貴賓一樣 然後它還有很多其他的好處 但是我沒有用到那些好處 我只是 我買這個簽證的用途 就是我想要待在泰國 這樣子 然後我買的簽證是五年 然後五年過後呢 我再決定我到底要不要繼續待在這邊 如果不要的話呢 我就可以直接走了 這樣子 那其實我剛開始來泰國的時候 我不是使用這個簽證 我使用的是學生簽證 然後學生簽證呢 其實很麻煩 每三個月 每九十天呢 你就需要去移民署報到一次 然後報到程序呢 非常的繁雜 就是很累 所以呢 當我的學生簽證到期的時候呢 我就跟自己說 Oh my God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 太累了 一天呢 我工作量很大 然後每天都這樣花費 一天兩天的時間 跑來跑去 對來說不值得 所以呢 我就花這個錢去買自己安心 然後我跟你講 當我開始使用這個簽證之後呢 就安心很多 因為我知道我不會被趕走 那我不喜歡曼谷的哪裡 曼谷有一個好處也是外出就是 這邊很國際化 太多人在這邊 導致呢 這邊的人口很雜 這邊超雜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意思就是 在曼谷這邊呢 有非常多的外國人 那外國人來到這邊呢 你的工作的薪水會比當地人高 那是這是很多外國人都會遇到的狀況 那如果你生活在泰國呢 有很多人就覺得說自己很厲害 自己賺到錢很多很多 然後呢 你就有一點拽 然後呢 有很多的白人 男生 特別是男生 他們過來呢 就受到非常多的女生 甚至是男生的喜歡 然後呢 他們就覺得說自己很厲害很厲害 就很拽很拽 然後呢 你在這邊呢 就很常常遇到這些人 然後他們覺得自己就比別人厲害啊 自己賺到錢很多 就是給你那種不好的感覺 然後他們飛 有時候呢 他們很歧視泰國人 然後也很歧視亞洲人 那這裡呢 我不是只講白人而已 我們台灣人也有很多人過來 是這樣子的 當我們的薪水比當地人高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自己是比別人厲害 但是你沒有Calm down 每個人都是人 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呢 在這邊呢 我發現大部分的人 對事物的麻木 例如說呢 我在越南生活有一段時間 那在越南呢 出車禍的機率是很高的 然後呢 你在每天下課回家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 車禍的事情發生 那他們出車禍的狀況呢 是很可怕的 是可以看到 屍體就躺在那邊 然後流血 然後頭爆掉的那種 就是很血清的畫面 所以呢 我從小到大就看過 很多這樣子的畫面了 所以呢 在這邊也很多的人 也有看過這樣子的畫面 所以當你跟人家說 一個恐怖的事情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人都麻木了 都沒有對那種事情有感覺 然後這是我不喜歡的事 例如說呢 我男朋友的媽媽 從英國過來 他們是第一次遇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呢 他們會覺得 自己有點受傷害 有點驚嚇到的感覺 然後呢 會需要一陣子的時間 去調整自己的心情 但是呢 我們住在這邊 住這麼久了 就會發現 那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我們 對這種很可怕的 原本會影響到你的心情的東西的事物呢 後來就感覺到麻木了 然後這是我不喜歡的這一點 我想要自己感覺到感情 我不想要 就是感到麻木 然後呢 再來一點 就是我剛剛有跟你講 因為這邊 很多東西你都可以賣得到 會導致你很容易呢 就花太多的錢 然後比如說 在這邊的網路購物呢 沒有像台灣那麼方便 就是台灣有PC Home 還有Choppy 蝦皮嘛 這邊有蝦皮 然後他們有PC Home 它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Lazada 那這Lazada的東西上面比較雜 沒有像PC Home那樣子 然後它送的速度呢 也沒有這麼快 但是呢 你可以找到所有的東西 你什麼東西都可以找得到 然後即使你在這兩個平台上面 找不到你想要的東西呢 你去到白貨公司 你一定找得到 就是 你一定找得到 所以 所以你就很容易 就花太多錢了 OK 那接下來呢 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我想要去歐洲 因為呢 我一直以來都有個夢想 就是我想要帶我的狗到處去 就是想 我早上去喝咖啡 我去餐廳 我都可以帶我的狗一起去 那在曼谷這邊呢 曼谷是一個非常對動物不友善的一個城市 你帶狗去哪裡 幾乎都是不可以的 然後很多的計程車 很多的Uber司機 這邊沒有Uber 這邊用Grab 很多的Grab呢 都給你帶寵物上車 在台灣是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在這邊呢 一帶你拿著寵物呢 你就會照到那個騎士的眼神 然後很多的餐廳呢 他都不會給你 即使那個餐廳坐在戶外 他也不會給你帶狗過去 我知道這是衛生的問題 但是我想要去到歐洲的原因就是呢 我去歐洲 我看到很多的人 很多的餐廳都允許你帶寵物去 狗對來說 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要去哪裡都可以有他 然後有他跟我一起經驗這個人生這樣子 所以我想要之後呢 可以帶他們去一個 比較對動物友善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哪裡 我還不知道 然後因為我快達到 我自己的財務目標了 所以我就想要給自己 在之後蓋一個房子 OMG 我超想要蓋一個房子 然後最近呢 我搜集到很多蓋房子的資訊啊 然後應該打電話給誰啊 然後房子應該長怎麼樣 我有那個板有沒有 那個板 然後我開始找東西然後貼上去 OMG 我像純經病一樣 我知道這件事情呢 應該要三四年之後才會發生 但是我現在呢就很興奮 然後我等不及了 你知道嗎 我想要現在就有 我之後呢 應該會去英國住一段時間 然後住那裡呢 有 如果我喜歡的話呢 我有可能就會在那邊蓋一個房子 然後呢 你知道在歐洲呢 是沒有冷氣的 沒有冷氣的好處就是呢 自從我自己出來租房子到現在 我租了好多次房子了 每一間房子呢 的冷氣都不好 冷氣呢都會滴水 然後都會不冷啊怎麼樣 即使有人修了過幾天 他回復之前的狀況 就是呢 租房子的冷氣都是這樣子 OK 我想給你看一下 就是我的冷氣這邊 你看哦 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呢 你知道嗎 他每天都會滴水 然後呢 我就用 我就用一個毛巾這樣 墊著 我怕他滴到我的沙發上面 所以我用毛巾墊著 然後這邊呢 你還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來接水 你看 雖然呢 我隱藏的很厲害 就是沒有人可以看到 但是呢 我就是不喜歡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給你看一下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的 的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 衣櫥 然後衣櫥就很小 你可以放一點點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繼續放 然後呢 在這邊呢 不知道為什麼有個空的 空的地方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自己裝上去的 因為原本沒有這東西 原本就是空了這裡 他就在 門 跟衣櫥的旁邊 就覺得沒有用途 沒有用途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辦法塞任何東西在這裡 所以呢 我就裝了這個 來放 包包 或是放 東西 然後狗呢 就睡那邊 就覺得說 沒有用途啊 然後再來就是呢 給你看 這是我的床 給你看哦 給你看哦 我的床 已經裂了 不知道為什麼裂掉了 所以現在呢 每天我睡覺的時候呢 我都怕自己掉下來 就死掉 所以呢 想跟你們說 就這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就是受購租房子的 就是每次租房子呢 我就覺得說 現在很多房東 就是只是為了賺錢 然後沒有去理會 我們這個想要常租的人 那常租的人呢 我們想要舒適嘛 但是他們就是不給我們舒適 我懂 當一個投資者的角度呢 我是知道 你要 將自己的成本越低越好 你才能夠有越高的獲利 但是呢 如果我現在租了半年 我就不想租怎麼辦 因為你們東西太爛 然後呢 剛剛我又發現了這個東西 裂掉了 哼 那OK 那我今天這個影片到這邊 希望呢 你喜歡這樣子聊天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還想知道什麼的話呢 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是在IG上面的菜果 我都會回覆你 然後呢 記得訂閱這頻道 每週294呢 都會上傳新影片 然後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